离婚586天后,马荣被传怀孕了,和沉默的王宝强不同。 离婚后的马荣颇有一点一刻也没消停的意思。 这个账号之前因为吐槽王宝强新女友而上了热搜。 吐槽内容里还给宝强批了一顶绿帽,动静比马荣怀孕这个话题还大。 可那时候马荣并没有出来辟谣这个账号不是他的。 离婚之后,马荣还上了新浪娱乐接受采访,详细叙述了他和王宝强还有宋哲的关系。 除了宋哲的铁窗类,王宝强这边离婚后也一直很低调,微博再不更新动态。 对于马荣的数次喊话也一概不回应,而马荣口口声声说不想要两人的离婚影响孩子, 却不止一次对外指责王宝强作为父亲不称职。 甚至在王宝强提出要孩子参加奶奶的葬礼说不知道这个消息,这个回应可信度实在令人怀疑。